唐州的朋友,你们好 这是一块战国的古文笔 古文主要是春秋晚期到西汉的一个文饰 那么这个文饰呢,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平的 接着慢慢的鼓起来 到了汉草非常非常饱满 二号的朋友讲了 他这个上面还有几个麻子 这个就是庆色 是古域的沧桑感 这件东西是战国早期的 它的价值不言而喻 这件是一个代扣 刚才我们这宝的朋友讲 这是有钱来买京香玉 并名里面很多京香玉 那个皇帝里面的这个京香宝石 也还有很小的 而这两件非常缩大 从明朝来讲到现在几百年了 保证的还是可以 所以还应该感谢这个池宝人 他们保管得很好 至于孙先生这件东西 这是一个告命 那么这个告命呢 是孙先生家的 他这个主上这上面写了 叫孙宗仪 那么这件东西呢 是孙治八年皇帝赏赐的 表彰这个 这个孙宗仪的妈妈 姚氏姚太夫人 教旨有发 所以这件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明初作鉴融合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见证 至于到底哪一件能为今天胜错 那请加明来解释 谢谢 谢谢王老师的精彩点评 答案组推选的候选长州市民间国宝 是